有关活动消息来看到三星乡公所在三星中油旁的米香园区 打造了一面16米长2米高的巨大涂鸦墙 也将要在7月9号10号举办三星有机米香节时 邀请大家发挥创意 尽情描绘梦想 三星有机米香节将在7月9号以及10号盛大登场 公所在三星中油旁的米香园区 打造了一面16米长2米高的巨大涂鸦墙 今天邀请了彩绘老师肖世瑶 现场示范涂鸦艺术 引领大家一同来感受彩绘的乐趣 那三星六宝是哪六宝呢 分别是白蒜 三星葱 红农果 然后我们最新的那个三星米嘛 三星米是搭配这次米香节 因为我们稻米要收成 那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上将米 那这个图是什么呢 因为涂鸦有点像年轻人的玩意 然后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些农舟物一起在玩乐团 就这个意象 三星公所在今年二冬节 就办一个彩绘油山心的活动 给小朋友来做一个彩绘 所以我们今年公所就利用这种概念 我们在这个10片的10片的10片头 来做一个菜围 而且成为我们在地地方的一个很漂亮的经济 也成为我们今年米香节的主题元素 乡长黄喜用邀请大家在涂鸦墙上发挥创意 材料不拘前来尽情的明慧梦想 我们今年所有的提案外团 到幕前报名已经有1400几个人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油客 可以让我们提供这种米香节 彩绘油山心这种的气氛 所以我们特别开票 一面16米当的土鸦墙 来让大家来援 你也可以用分的 也可以用援 最主要也希望可以让大家来 这个飞翔 可以来演一个我们现实时代 头的拼那种的梦想 另外公所也将沿岸的安农桥 月梅湖桥以及甘仔坑桥 画上了花海气球 洛克马及缤纷的色彩 在大自然的画布上展现彩绘艺术 三星有金米香节各项的体验 活动报名踊跃全速而满 已经有1412人强得先机 而当日报名未到场的名额 将开放给现场的民众递捕参加 宜兰新闻记者是市民 采访报导 那我们到时候